今天开始我跟那个老胖呢,我们的对谈,老胖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朋友,平安 开始前,先说一个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话,你前两天有人在这个网上说这个,我是受老胖感染,我今天我也打上领带了 那前两天,然后想起来一个傻酒,前两天有人在我的频道下面说什么,说这个,说这小子的衬衫最多30美元 然后就挖苦我呢,对吧,我一心想这小子还真瞧得起我,30美元,我的衣服没有超过20美元的衬衫,是吧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的,有些动物啊,他就是比较关心皮毛,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开始讲正题,今天的正题是什么呢 先讲第一件事情就是张文宏的吃粥的争议,我不知道老胖你看到了没有 我看到了这个介绍,是谈,张文宏医生建议中小学生吃点牛奶,补充点蛋白质,来代替中国传统的这种早餐啊 西饭啊,我不觉得这样说有什么过错,确实从蛋白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 学生应该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粥这个东西说起来好像什么传统文化,其实他说实话就没什么营养吧 哎,你来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常识问题嘛,就是他怎么可能说是有充足的营养呢 全世界都在证明我们应该吃牛奶鸡蛋这类东西 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本来是最不应该出现话题的,就成了一个话题,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你刚才点到了,中华文化,这是神啊,这个你不能动啊 那我们的就是,我跟老潘我们俩做的东西就是要挠持挠持这些中华文化粉们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但是再扯到张文宏,就是张文宏啊,他实际上在我看来就这几年我见到的中国的这些医生当中 是真正的这种收过这种很好的医学训练的人 所以包括他讲的什么营养啊,包括讲的病毒啊,很多方面的事情都非常靠谱 这个人真的是个很靠谱的人 虽然很遗憾,他是个党员,那就这么不管了 在中国你要不是一个党员,你也没办法是吧 有一个合理的待遇,这个就不齿的事 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要立场和动机,对吧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的思想观念,他的对医学很多看法,确实还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仅仅因为他动了这个中华文化的奶酪,然后就招致一帮疯狗,是吧 然后对着他开始私咬,我们今天就接着说中华文化 你今天早晨约我谈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发了那个帖子,我也看到了 你老家你给大家读一下,我觉得那个最好按说是饭后堵 现在是饭前的,没办法将就一下吧 不好意思,大家吃过饭没有 吃过的话,我让大家吐出来啊 那么这个呢,是中国中医中,我们上次说了,用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用死尿录药的 但是呢,以什么人的死最为珍贵 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一个天朝最大的是皇上,所以皇帝的死呢,是尤其珍贵 你吃饭,吃了饭千万要注意,别吐出来啊 那么古代皇帝大的死呢,他叫什么呢,他叫龙夷 龙是这个真龙天子的龙,夷呢就是那个夷流的夷 北京同仁堂药店,当年还专门每天早晨到故宫的西华门 从太监首拟高价收购皇帝刚刚出宫的新鲜农仪 然后把皇帝的臭屎带回药店,加上珠沙百合去臭 然后再加上山寒和蜂蜜,这个配料还是可以的啊 合成龙夷丸,这个龙夷丸售价不菲 卖给北京的达官贵人吃掉 虽然一颗龙夷丸的价格是五百两百银 朋友们,这个什么概念,可以买几道房子了,色合院啊 也是供不应求,因为皇上只有一个,吃死的人更多 为什么这么流行呢,这里面有一个中华医学的瑰宝 有一个说法,因为吃而龙夷丸,玩就可以跟万岁爷一样 万岁嘛,那什么,长生不老,这个跟那个吃唐生肉 好像还不太靠谱,吃死能够长生不老 徐兄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呢,我上网查了一下 确实是没查到相关资料 所以我也不知道真假,我们姑且当的是假的吧 因为就是说第一,孤证不取 第二呢,就是说当我们查不到恰当的佐证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就不去采信他 但是呢,我是这样看的 我是觉得这个,虽然这个事情不一定可信 但是它比较有趣,一是有趣呢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它确实是 揉砸了很多这个属于叫中华文化的东西 另外一点呢,那个《本草纲目》当中 大量的记载这个人部的东西 这是准确的,这个是绝对你赖不掉的 所以我就觉得啊,我觉得这个 你要觉得吃皇帝屎这个事情 你觉得特别荒唐滑稽 甚至你认为不可能,那好 我们觉得吃人屎这个事情 确实是普遍存在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尤其是什么小孩的屎尿都能入药啊 之类的,这就太多了 有一种说法是说,同子量 包子半病 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张的啊 它赶上青霉素的这个药效 另外就是屎的用法 确实可以 咱们今天可以写一本书了 就是这个屎啊,还分为新鲜的屎 还分为这个 放在地上存过的屎 那么它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反正疑难杂症都是要靠这个来治的 我倒是觉得就是 中医,传统中医中这些 用死尿,入药 它还是体现出这个 中国文化的一种吃人的一种逼格 它用的还是这种人气啊 阴阳互虎啊 五行相克啊,这些乱体八度的东西 它那里面的逻辑是十分混乱的 所以体现出咱们祖传文化 不是咱们啊,中国人祖传文化的这套 你不清啊,你还乱 而且是非常的荒唐透顶 你来 我看大家都一般都是,我不知道 我查到的是叫人白不叫人黄 我们一般讲都讲人黄 人中黄 人中黄和人中白不是一回事吗 有的人身体好一点 拿的是呢,就是白中带黄 那你可以怎么看呢,对吧 我查到医学记录是这样讲的 叫人中白 人的粪便称为人中白 也就是说在中医看来 它具有什么呢 清热,降火和消瘀的作用 著名的方记叫人中白散 人中白丸 都有人中白的成分 有一本书叫《别录》 《别录》中有一个记载叫解诸毒 倒墨,废汤,卧浮汁 就是吞掉它 那然后《千千方》里面的记载是什么呢 叫使烧灰,酒服,方寸臂 一手的臂 可以治疗,劳富食腹者 也就是叫什么伤寒心结 什么乱七八糟的 血气未平,余热未尽 这都是中医的话语 这段话就是明确的是在中医的这个要点里面记载的 记载的这个 这段话讲的叫人中白 人中白的用法 那你这个是说的是千金方还本荡 他们两个书 《千金方》和《别录》 《千金方》他成书是成书为唐 但我们知道有一个药王孙思妙 他的这套千金方 对后面的本草纲目是有影响 而且他提倡的是中草药熬汤卤药 这个说法现在来看也是极力不健康的 徐兄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中草药它熬成汤汁 它是大分子结构 它有很多的杂质 而且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 它有很多的这个野外的胃 没有经过这个人工饲养的野草 它有很大的毒性 所以它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 会导致我们肾功能衰竭 所以经常服中药的人啊 他会最后会产生这个肾病 也是这个原因 中药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没有什么治疗的效果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医居然这么突然又火热了 我觉得这个官方在背后的推手是分不开的 那是百分百的一个巨大的产业 一百多亿每年一百多亿的产值呢 现在好像一百多亿都不止了 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我说的是一百三十多亿是 好多年前我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 那行业里的人告诉了我的数据 你们安徽北部有一个博州 他那边是专门搞了一个中产 曹操老家 曹操老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重要财市场 就是买重要财都是到那去买 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个引起这种肾的问题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流行的叫硫磺解毒丸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有有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最后是引发了很多的问题 营销解毒丸 引发了上万人得了尿毒症 尿毒症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的 一个药 马都林 这个东西也是导致肾脏衰竭 这个东西也是毒性特别的大 然后呢2003年呢 这个事情爆发了之后呢 当时呢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医疗机构参与调查 然后负责参与调查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大企 他呢把这个事情呢最后写了一份就是大概花的时间很长 一年多时间吧 调查才结束 结束之后呢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上去从此以后石沉大海不许再提这个事 也就是说至今至今 那么多得了尿毒症的人 没有一个人得到过赔偿 没有一个人得到过任何一宾点的公开的道歉 没有 你觉得他会道歉吗 你想的有点太天真太可爱了 你想想看前几年有一个 结石宝宝有一个三句型案的来一份 听过吧 你答应这个不用说 但也还有一个疫苗 毒疫苗导致很多儿童病人残疾 终生残疾你听过吧 那我谈结果了 这些家长们他们不服气 最后上网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有一个人就是有坐牢的嘛 好多呢 坐牢要多 不是一个很多 我昨天就很多 我就碰到我这样的 就因为毒疫苗 因为毒癞粉 这个家长最后 最后被这个国宝弄到牢里去 然后认罪态度不好的话 还要加罪 我觉得跟这个国家讲你是 真的叫你是吃饱了撑着 石家庄那个结石宝宝就是 他的父亲就坐了三年牢 然后孩子不灵了 然后父亲坐三年牢 然后被一直走在上访路上这个人 这个人 中产阶级 本来还是很有钱的一个人 他最后是家破人没亡 但是也估计也非常的 生活状态也非常的差 毒疫苗的问题更多 咱们不谈这个 不过把这个中药当成真打 就是中药真剂 这个呢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就跟当年的打鸡血 我觉得它的原理也是差不多的 一针下去一命呜呼 不是有过这样的案例 这个我做过一个专题节目 就谈这个中药真剂的问题 所以这块我们就不往下说了 那我没听过你这么讲 当时你的节目上怎么说的 因为我当时查了很多证据 查了就是包括他造成的死亡 就是这个问题 他是不能被 你怎么可能把中医药的汤药水 然后拿过来 倒腾倒腾就变成这种 真剂往人身上注射 你这个谋杀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很多中国人相信这个东西 我觉得蛮奇怪的 因为真剂它比药剂 比口服药的要求标准要高很多 它是非常严格的东西 是药物中最严格的 我想不通 为什么中药可以做真剂 这个也是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四个字 你看 我这盼望的道歉 是把他们当人看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有虽然说到地狱的事情 偶尔我们要仰望一些人间 或者是仰望一些天堂 你怎么办 仰望人间没有用 你必须要仰望上帝 中国人需要的是仰望上帝 不是 我说仰望人间是指 我当我们在观察地狱里面的情况的时候 嗯 我们 我们回到这个中药 清净方里面了 就是 对于这个中国中医的另外一本著作 就是明代李时珍写的内部 本草干木 你有什么看法 写这个书的时候 欧洲已经开始近代化 已经开始意大发现了 对 没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就专门聊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其他的话题 都属于就是跑梯跑不停了 我们往回拉一拉 我们今天讲的 今天主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仁步 刚才讲的是吃屎的问题 你说这个 这个乙行补行是吧 吃什么补什么 这好歹还能就是说 在一个没有科学昌明的一个地方 还能够让人家听得好 似乎有那么有道理 可是那么吃屎 你补什么 可能便秘可能有点用 它这个使你 使你没有很多的细菌 导致你这个腹泻 然后便秘解决 你们说还真有一个 有一个网友说了 说这个吃屎有用 说吃那个小孩的吸屎 保证你能通便 那可能还真的有说法 不知道了 我觉得在中国的事情 没有荒唐 只有更荒唐 我们就是那个 本草纲目的人部吧 那人部呢 是包括哪些部分啊 人部里头呢 是叫举帆 毛发 指甲 牙齿 屎尿 兔叶 乳 乳汁 眼泪 汗水 人骨 褒衣 体购 月水 就是月金的水 男人的精华呢 对 人的那玩意 男人的那玩意 然后 人胆 结实 无一不可入药 你可以分开找你熟悉的聊一聊 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 尤其是他写的是那个 丈夫的经验治女人的病 这个有点 我觉得有点 我不可思议啊 可能他用的是阴阳相克 或者阴阳互补的这种东西 像是爱人吃摊盘 女人的月水怎么用 我觉得 这里面不是 即便是在没有科学革命的 中国社会这个口味也是重一点 我觉得 而且中国传统是个伦理社会 这些东西用起来 我觉得不是很方便 尤其是取材 我觉得是不是很局限 但是我们想到毛发的用处 他可以用于自舍毒 可以治眼疾 可以治胎胃不振 可以治这个腹痛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 他的理论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有一个疑问 我一直有个疑惑 我觉得这个李时珍 是不是喝高了 写这个奔大纲目 他每次都喝的 明明大醉之后 去写这个奔大纲目 我觉得不像一个正常人说的话 这个小头发是吧 对 头发本草纲目是这样讲的 称之为叫血鱼碳 血人的血 嗯 血鱼碳 碳是碳火的碳 血鱼碳 然后这个 他发 原文是这么讲的 叫发乃鱼 血鱼 故能治血病 这是他的逻辑 然后在中医理论 你等你呢 血鱼碳具有直血消愈 就是你刚才讲的 那么多神奇的作用 是吧 所以而且呢 他还能用来干嘛呢 就治疗 吐血 牙龈出血 血灵和 崩漏 千万不要用中药牙膏啊 嗯 是不是用人生头发做的 都不知道 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嗯 我觉得咱们看现在正在流行的这个冠状肺炎 这个国家医疗组提出来用中药治 这个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 这个简直是非常荒唐 当然 有一种说法 就是中国的这些传统的什么 什么 铜任堂 呃 呃 呃 什么中华导之号 他们有几个那个传统的六位地方玩 云南白奥这样的东西 呃 说的是神乎其神 呃 呃 其实我们忽略了呃 呃 他们对比的东西 其实我 一直不喜欢拿西医去对比 正好我在那个 呃 狼梅的最近的一期 也出了一期中医的这个东西 我就提出来西医的 它的 支撑的东西是比较多 它的现代医学的架构嘛 还有病理学 药理学 生理学 解剖学 医药化学 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护理学等等 很一大堆的这种科学理论支撑的东西 请问中医的科学理论在哪里 徐先生你有没有研究过 中医还需要理论吗 对吧 你说人使能吃他们的疯狂的去吃 这还需要理论吗 哎 中医它是从就是 这是那个 我一般不用西医啊 我一般不用西医这个词 我就是 现代医学 中医现代医学 我一般都这么讲 中医实际上就是 你全世界你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医学 对吧 因为它是一种叫传统医学 传统医学他从门位当中状态当中走出来的 那他的理论基础自然是 是巫术 而且巫术和那个巫骨不分的 叫巫医不分 就是巫和医 你说他能不能治病 当然能治病 因为安危剂都有30%的作用 你怎么可能说中医不能治病呢 当然能治病 对吧 但是这治病也就是30%的安危剂的作用 但是他的毒害往往大于安危剂 是吧 是毫无疑问的 你这个 哎呀这个这个这个事情呢 你要往下讲 那那那简直就就太多了 那种我们不是谈中医问题 我们就接着讲人部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中医当中 我们如果我们就每天都在谈中医 怎么怎么荒唐 这个也没人信 我们就把证据拉出来一条一条说 对吧 凡是数字会说话 文字记录会说话 对吧 你刚才讲李时珍是不是喝高了 那可能就是 呃我们看看这个 呃这个骨折 骨折是用小儿的骨头 来去呃进行这个烧成灰磨成粉 然后呃 搓成完 然后能自骨折 嗯这个呢 我觉得他有这个吃茶补茶的这个原理在里面 呃所以 咱们呃这个 呃这个 中医中有很多有关于这个 但是像胆来露药 你吃人胆 这个我觉得是蛮难的 因为为什么哪边来这么多胆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这个胆啊 所以我们现在不吃人胆 我们敢吃熊胆 呃他的这个 呃应该说他的呃思路是一样的啊 思路是一样 古代人胆不缺 古代杀人很方便 哦 你是这样讲 形场上的 人选馒头这样的吃饭 那么人选馒头应该也是一道一剂中药了 他可以吃肺烤啊 因为你不是做过中国酷刑史吗 这个国家是随便的啊 对吧 嗯 随便自然的话 那个人胆就不缺 但是但是我们谈到这个体毛 你刚才谈男人的毛 那女人毛 你知道他有什么用处吗 我不知道 我刚才我没看到分男女 我只知道 那我跟你说 他是这样写的 本大郎目上是这样写的 妇人的阴毛 女人的阴毛 主 武林 即阴阳异病 那么什么叫武林跟阴阳异病 你懂不懂 嗯 那就是花柳病 就是那个 我们现在知道叫性病啊 梅毒啊 灵病啊 肌肌肌肌这样的东西 他通过女人的阴毛去治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挺蛮搞笑的 这个可能是因为 嗯 因为古代不是有那个嘛 有官窑嘛 可能因为去寻花问柳 啊 得了这个病 通过嗯 解铃还需 寄铃人这种思路 嗯 然后把嗯 跟你发生关系的女子的毛 去帮你治这个病 哎 我觉得这个思路上是挺挺新鲜的 不知道李时针他有没有试过啊 不你这么一讲 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哥伦布和那个探险家 克里斯塔他们这些人 都得了梅毒 嗯 是因为探险家船上没女人 没女人 哎 你有这个问题 嗯 西方的这个缺少了这一方面的 这个重大的科学的成果 带来的这个 嗯 还有就是 这个 刚才你说 那个那个那个 还有一个叫 小寒 你刚才讲的小寒尿 那童子料 童子料 童子料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 童子料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知道童子料有解毒 清毒 清肺 认肺 它反正有很多跟毒有关的东西 童子料它是 叫 解解百毒的知道 叫百毒不清 为什么呢 因为童子是纯阳 中国人的理论啊 童子是纯阳 尿 尿又是纯阳的纯阳 所以它能对付各种阴毒 蛇毒什么的 啊 戒窗啊之类的 它都可以通过童子料来解决 我们还知道 居然说这个 冠状肺炎病毒 也可以通过童子料来解决 啊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 不叫天方夜谭 叫火星夜谭 实在是太远 能非常惊讶了 中医当中讲的童子料 不是小孩 不是一般的小孩 有要求的 什么要求呢 满月之前的南韩的 早晨的第一泡尿 哦 有讲究的啊 满月南韩 一般呢 是当药引子来用的 以增强药效 哎 然后浙江的某些地区呢 还拿那个童子尿煮鸡蛋 哎 我记得七十年代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讲过说 浙江都就是到 不是 90年代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有人跟我讲说 浙江那时候 还在拿这个小孩尿煮鸡蛋 就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那把小孩尿煮鸡蛋的那个 那个尿不可能像满月之前 那么名贵了 没有 他们用的一般人 岁以下的儿童的小便 嗯 然后这个在我刚才讲那本书 叫别录里面 它的记载是 童子尿能叫 辽寒热 头疼 温气 嗯 本草炎翼补夷 这本书里面 在提到说 降火 就是说这个东西 降火 那我刚才提到了 他的一个基礼 就是纯阳啊 他治疗各种阴毒嘛 降火嘛 败毒嘛 不就这个道理嘛 不过呢 这个童子尿这个说法 我不是第一次听说 本草刚目中 我又查到一个就是 你知道 有些少年青年不是有 那个嘛 尿床 你知道尿床怎么解决 尿床 尿床是这样的 听我说一说 以热饭一炸 请尿床醋 就是你把那个米饭 倒到那个你尿床上的地方 然后半与食之 再把那个饭吃下去 然后你这个尿床的人 就不会得这个尿床的病了 哎 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这个简直就是令 我太有想象力了 就是你尿床的地方 你要把一个饭倒上去 那把饭吃掉 尿床就给治好了 嗯 我的三个 嗯 从小就尿床 一直尿到尚初中 然后我那时候小时候啊 其中每天早晨的一大乐子 就是看他挨揍 哈哈哈哈 我一爬起来就看他们挨揍 尿床 哎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什么呢 我上那个小学的时候 那个小学的那个老师 让那个填空嘛 嗯 天一个空格 再来一个地 后面一个空格 哎就是主词嘛 嗯 这个应该是组天昏地暗 之类的词吧 嗯 大概是这类词 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突发奇想 我填了一个叫天皇地律 其实我也不知道 天皇地律是什么意思 我根本不知道嘛 嗯 但是我怎么会从哪看到的这个词呢 嗯 正好是那一天 当时那个老师提问我的 那个那一天早晨 我去上学的时候 路过家 有一家在自己家的那个墙上 贴的一段什么天皇地律 其他我都没看见 我就看见这四个字 还记下来了 记下来当当天上课就 就给就有用了 因为当时都是在黑板上写嘛 小孩子要上来 老师一叫上来贴好 我就上到黑板上天皇地律 老师问 老师当时也惊呆了 所以你这从哪看到的 嗯 有有创造力了是吧 应该天南地律啊 你为什么天皇地律 你当时也没雾霾啊 对不对 我说这个我说我从哪哪看到的 当时全班学生都在笑 原来是怎么回事啊 那家有小孩子枯叶 枯叶的就是写什么天皇地律 小孩子枯叶 然后后面好像还有几段咒语 然后贴完以后呢 贴到自己家的那种农村屋子 那旁边一侧的墙叫山墙 贴到那山墙上 然后呢 让过往的人来读 读完了 读的人越多 效果越好 然后这小孩子就不哭了 这个就跟药方都没关系的 这个纯主义方素 不 有关系 对啊 他的心理的作用都是一致的 你中医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嗯 我理解了 他就是心理作用 不过我今天看到一个非常 不知道真的假的 没有关系的作用 你说的 小酷叶的小孩子 他懂个屁啊 嗯 那肯定就是 就是误骨吗 可能就是因为他突然觉得 我不想再哭了 哭累了 就是误骨 就是误骨 到你在到现在 可能到现在为止 农村还普遍流行炸小人 不但是炸小人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 昨天看到的嘛 就是那个搭身装嘛 用四个小孩 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有可能小孩去玩的时候 可能出现了意外 但是那个河岸呢 这个事件让网上吵得肺痒痒 什么意思 用四个小孩打了一个身装 嗯 一个建筑工地发现了 失去小孩的尸体 这个非常 你觉得这个真的假的 这个就不好说 因为不好求证 没有没有没有信心来源 但是我们嗯 以前我们家住的还好 就是我们北边 山东 山西那边 他非常流行的叫英婚 配英婚你知道吗 在西北很多 山西那边很多 嗯嗯嗯 这个是很现实的 我觉得英婚是可能的 但是打身装在现在这个 这个年代呢 操作这个事情是有难度的 嗯嗯嗯 而且而且的这种说法呢 虽然有 但是没有那么普遍 所以说呢 我们就 查无证据的事情 就就 就不去多展开说 嗯嗯 配英婚你觉得 这里面呢 他的一个心理需求 或者说他的这种 价值取向是什么 我觉得奶奶理解 跟我刚才讲的这个英谷 那个那个 天皇帝律的道理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背后都是 都是五穆的这种 就是五穆的心理 嗯 你像那个 呃 吴建民他们是吧 鞭打李鹏跪像 哎 我去年骂那个 然后招致一群民运人 围着我骂 嗯 难道他们 他们可能还要修这个 一大堆的人的像 啊 什么啊 嗯 中共的几个书记啊 啊 赵紫阳给他 树一个这个灰手的像 那是共贵的 他们的五像 嗯 嗯 就是嘲笑他们的行为很低级嘛 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是吧 你们这号称要追求文明体面生活的人 结果拿鞭子干那个 那干那个 呃 是吧 像秦桧归着的那种 呃 他就是受到秦桧院完喵秦桧像的这个 启发 他们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事情 他们不如扎个小人上面写三个字啊 习嬷嬷嬷嬷嬷嬷嬷 那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吗 但是在我小时候就是这种 扎小人 然后诅咒的这种事情在农村是普遍存在的 哦 还这样 非常普遍 不是像今天可能可能可能还有 但是我估计就不会这么多了 但是那个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非常 嗯 包括我为什么我能够看到就是小孩子 就是天皇地律 小孩子枯叶 然后就都 再加上 来讲的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 你为什么叫本草纲目这么离奇的一本书 为何如此的像当神一样的供着 哇 这是中国人圣经啊 你知道吗 你啊 中国人圣经不是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不过就是那个了 就是新教改革后的了基督的教育 中国人圣经叫皇帝内经 你听过没有 那个才离奇呢 对 皇帝内经什么都归于归为信誉嘛 哈哈 而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想啊就是 张文鸿医生他 嗯 否决了这个中药治疗新冠的效果 而你觉得他处于什么考量 他说这样的话 我 我 他的言论我看的不多 但是我觉得大体知道他的那个受训练的这个背景 所以我对他还是这方面比较信任的 我觉得他讲的讲的话这个还比较靠谱 你只要受过那种训练他一定会做出这种选择 所以我们就这东西就不 我们就没必要就是太多的去展开说 因为你只要你的知识背景是正确的 所以就很难出现一些稀奇怪怪的像钟南山这种混蛋是吧 胡说八道 03年说到2020年 那他没办法 人民群众需要钟南山 需要偶像 应该说中国人是需要一个偶像 他任何领域他都需要一个权威 有了权威之后他就 打倒阶级敌人张文宏 那其实作为海外民运来说 坚持来打倒阶级敌人 徐某某 潘某某 这个他们的一个目标 慢慢来吧 那个刚才说到小孩子哭咽 那我们就接着说小孩子的事 那一个 这个呢 是我在之前呢 我讲的中医的有一期节目当中 就提过这个事 就是关于紫盒车 就为什么 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吃孩子胎盘 而且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行为 紫盒车是你的胎盘制成 中医认为其性未干 咸温入肺 心圣经 李时珍认为 包衣的功效 并非是其他精实草木中药才能比 所以滋补功效极重 能乌发延年益寿 你瞧瞧这个 那 繁老环童呢 就离这个最差 最最佳的龙移植差一步 它是繁老环童 那个是长生不老 嗯 不过呢 这个北渡呢 又给他加了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研究是有孕基数 磁基数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他是从子宫里出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他原来的东西 他原来的本质 呃 但是他 可以呃 提供性基数 这个是他本身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他后来说是对甲状腺肺结和 脂气管贫血等 有改善 这个我觉得就呃 提不上来了 为什么他开盘能包治百病 不是百病啊 能治很多病 那我觉得这里面体现出来 是一种吃人的一种文化 吃到别人的 哎 我对这个药的 如此之愤怒 像那个赤屎呢 我都觉得好玩 拿出来调侃 其他吃头发 随便 你慢吃啊 但是这个 泰盘这个事情 我是真的非常愤怒 我觉得这个 简直是 这不是愚昧 这是野蛮 野蛮 而且就是邪恶 他想吃到一个人的精神 吃到一个人的这种 这个 他原来从良达里带出来的 甚至这个逻辑往下发展 据说 在监听 南方地区 有些地区 真有人在吃死 死因 活锅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新闻啊 这个是很多 都是 网上有炒到很多 这样的资料 是 打下来的胎儿 嗯 很正常 因为这个大补嘛 因为他们的话说是 吃了一个人嘛 大补嘛 易受延连 嗯 你要知道中国人 他为了 延长他 他在这个世间的生命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可以去 尝尝不老药 可以去 嗯 嗯 嗯 找很多的处女去 资阴不阳 这很多东西都是他从这个里面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是不奇怪的 问题是 中国人为什么改不掉用你的话说 你的酷刃的一个中心核心的呃 思想观点就是 中国人为什么改不掉吃人的毛病 这个毛病出在哪里我们要看到 我那话讲吃人是 是两个意思 一个是真的是他们在吃人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文化吃人 或者是这种传统在吃人 因为他没有 当当这个土地上的人 他的他的这种 跟人有关的这些学问 都不能形成一种叫 发现个人保护个人 发展个人和完善个人的这样的 一个系统那就说明他的文化是在吃人 他不是一个文明的文化 文明的文化对人就这四个标准 第一发现个人 第二发展个人 第三完善个人 第二保护个人 第三发展个人 第四完善个人 四个标准 好接着往下讲 那个紫荷车的事情就各下不说 然后这个 那你吃过没有紫荷车这个糖重口味 没有 我听着都觉得恶心 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就除了那个 这个旗带跟紫荷车还不一样 不是一个东西 因为旗带 旗带是旗带 紫荷是紫荷 紫荷的就是胎盘 胎盘 因为我不太关注这个事情 把它弄火了 因为我看那个 那个这里面还有一条 关于旗带的记录 说旗带药性和紫荷车相似 具有那肾气 定可喘 碾汗等功效 在本草会言里提到 旗带能补肾命解胎毒 哦 我明白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了 就是 为什么像胎盘 像女人的乐视 男人的那个 用来这个 跟肾有关 这里面它还是那个 生殖从脉里面的东西 因为它这个跟生殖有关 跟我们的繁衍有关 所以一旦提到这个事情 中国人就觉得非常的神乎其成 呃 体现出我们这个文化的 核心本质是一个石器文化 为什么我这么讲 因为考古发现在很多的石器部落 有那些远古的那些生殖宠脉 所以我们的环下文化呢 它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它一直寄成的东西 像我跟徐师 徐库师讲到现在 它的吃人的本位 它源于这种 呃 石器时代留下来的 这种生殖崇拜 所以 胎盘啊 齐带啊 呃 女人的乐视啊 男人的那个 经验啊 用来录药 它都体现出这种 对于生殖文化的一种崇拜 呃 我突然觉得 呃 说实话 从中国文化 呃 真的不是很恶心啊 实际上简直就是太原始 太愚昧 太野蛮了 呃 呃 我个人觉得这套东西 在今天这个社会发扬光大 它是有背后的这个 它的一个 呃 社会需求的 尤其是像现在这个 中国人 他六成五组 呃 他缺少安全感 他就寻求这方面的一些 呃 来益寿延年啊 这样的东西啊 我觉得真的是蛮邪恶的 啊 无非就是 照我看来无非就三个因素嘛 就是说 呃 传统因素 民情因素 和这个政治因素嘛 这三个因素一混合 中意就能发扬光大 呃 那说另外一个事 就是说到吃屎 我们已经觉得够恶心的了 但是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对中餐的批评 其中有一个批评 就在于就是中餐的这种 吃的方式 是非常野蛮的 大家一桌吃 然后筷子 啪啪啪 都在一个盘子里倒腾 互相彼此 分食 对方的口水 你说是不是这样 呃 这种基础 所以他的吃饭 也是一种 部落文化的一种体现 大家吃大锅饭 嗯 我觉得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据那个贺伟方跟我讲 那个 宋朝之前是还是分餐 还不是那种 这种大家都聚在一块吃的 所以我这是不是跟农民战争有关 嗯 大锅煮肉 大锅吃饭 对 我们在讲就是 这是个口水的问题 这个事情挺恶心的 口水呢在中药里当中就有 金金玉叶 哈哈哈 就兔叶嘛 是吧 嗯 中医呢为了体现这个兔叶的重要性呢 将它称为叫玉 甘露 穷姜 古代中医 认为它是叫气氏续命之 金氏炎年药 所以兔叶具有返老还童和强筋见骨的作用 李时珍提到那个这个 东西呢 这叫金叶 乃人之精气所在 吞金 业 具有强身严寿的作用 那我一听语言是那个的 其实是我们的口水 这个 我的口音不太好 那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 口水是作为很多重要的药益 作为它的这个 这个 对药 下药的这个 一个药益 蛮多的 呃 我觉得它还是用的是这种 人气的这种 观点 就是 我们嘴里的这个 口水 我们的兔叶是 人的一种 阳气这种感觉 嘛 因为看过辽灾嘛 就有这种东西 嗯 反正中药它的核心呢 呃 它的理论基础就是 呃 以人捕人 呃 阴阳互捕 五行相克 它的核心呢 是这套东西 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离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遥远 但是现在又能够大行其道 说明当局 呃 要捍卫传统文化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 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 传统的中国梦 呃 这个东西不能把它推掉 推到他们就 完全一张氧化皮 我们就要搞马列主义 这个已经失败了 所以他又赚回来了 呃 就跟打牌冲老千一样 他本来 抽掉的东西 是他现在要的东西 蛮搞笑的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 当然是就是说 呃 哎呀 就是这种低等级文化 或者叫 他属于叫法老文化 法老文化总是这样的 他要一定要塑造某一种信念 然后成为一个社会 连接的纽带 这种这种信念呢 当然做我们看来 他是非常荒唐 那荒唐不荒唐不要紧 只要渔民相信就行 对吧 我今天我就讲一句话 我说这个中医粉呢 有一个 有一个加拿大的 那网民叫牧羊犬 天天在网上发这个 批中医的东西 因为我都要对任何事情 不会那样的 呃 就是长期的持之以恒的 去去跟这个较劲 他呢 我就觉得我挺佩服他这一点的 跟中医粉 跟他们 老 没事老斗他们 等一下这个加拿大的朋友 是中医黑还中医粉 你说清楚 哦 那我就明白 你这样一说中医粉 我说他怎么去 中医粉较劲 较劲 我觉得挺好的 那我就 我就给他一条留言 我就 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那些中医粉 倒是跟他扛嘛 我就说这个中医粉的 这种庞大的数量 就意味着习近平 极其共产匪谤的这个 庞大的执政基础 是吧 你不要说 你这样说的是很对的 反共难道 因为专制政权 它最大的民意基础就是 渔民 就是这些 喜欢专制的人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 自己想在这个专制体制中 获得更好的位置 不过大部分人呢 都是韭菜 但是他们 却有一种 镰到的心 这就是中国文化带来的一个 认同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文化是蛮邪恶的 林玉堂和鲁迅 柏阳都讲过 我今天不展开了 但是中国文化中最愚昧的部分 就是属于这个重要的东西 我希望的是看节目的朋友 能多多给我们 多交流 我个人觉得中医 是全部否定的东西 你根本不要去研究什么东西 它是要全部否定的 其实我们 现在医学 它除了这个 它的科学背景以外 它还有一个现代医学的道德 伦理的东西 对 中医 古希腊的时候 就已经确立了一个医学 那个叫恩多贝里克 就是医学园里的主持 六世纪的 前六世纪的哲学家 你刚才讲林玉堂 林玉堂有一句很好玩的话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中国人对科学毫无贡献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当中国人开始观察一条鱼的时候 他总是在想这条鱼 想嘴你的味道 我们始终是要肚皮思考 这个也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喝粥 还是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 我算过一个比例就是 中国人在进入大一统社会之后 是长期吃不饱的 因为中国实现的是三洋体制 它是对国家粮食进行管控的 中国古代他交粮交税 主要是以粮食的这种方式来交这个赋税 所以大部分的农民他们都是吃不饱 所以他们要把这些有限的谷物熬成粥 然后就这样分食 所以我们哪来的动物蛋白 因为古代我们这边也没有这个养猪 猪为什么蓝养 因为猪是杂死动物 它跟人争主粮 而且牛是根本就不可能 像水谷钻那样吃牛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牛在古代是属于战略物质 它是跟地用的 所以我们古代这个动物蛋白就是家禽 这个鸡像的蛋 非常的可悲 为什么非常可悲 我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我们跟一万多年前 远东没有农业革命之前 比我们的生活水平质量实际上 比公元前一世纪就是西汉 我不是举例这个秦朝 当时的情况就是 我们生活在这个部落社会的话 我们会活得更好 我们可以吃到很多的野味 我们经常吃烧烤 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打猎 但是到了这个大一统之后 它所有的全部管制 它的山林啊 这个田野都是归国家的 不是那个汉武帝实现这个国家管理嘛 盐铁钻卖嘛 用的是管纵上样的经济学 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民众 他基本上就没有 说实话你就一辈子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肉是什么滋味了 你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生活状态 你说你怎么可能像西方一样吃动物蛋白 吃牛肉吃香肠吃牛奶你去上学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奢望的 有西饭喝就不错了 酷师你知道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是没有西饭喝的 我们西饭也要摆一些观音土去喝的 那也太惨了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 就是当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时候 它就严重的影响得了人的智商的发育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中国人智商低 这不是人种论 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很恶劣的物质 物质条件下才导致的这种智商低 这个是真实的 这是躲不掉的 因为我有一期就讲中国人智商问题 那个智商不是说这个人 这个种族说一生下来就是智商低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当这些孩子们 当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由于他应该正确的获得蛋白质 但是他得不到 然后就大量的导致这些低智商的 这个群体的产生 然后在我那一期呢 是讲了很列了很多数据 就是讲在上海河南 还有很多省做的社会调查 发现那个尤其是那个农民工 那个留守的子弟啊 还有很多那个郊区的这些小孩 他们都是营养不足 这个我是有深刻印象 我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经常带着回老家 一回老家的时候 那个村里边那些小孩 比我儿子大一岁的 基本上跟我儿子的身高是一样的 这意味着什么你想想 这意味着他在他生长的过程中 他有一年就没有生长发育 对 这就是你想这样的一个 就会极大的限制了他的智力的发育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说法是有证据的 我所在的这个荷兰 他的人精身高是全世界第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食品 那个饮食构成中 他们很多的奶制品 肉制品尤其是奶酪 所以他们的身高是非常高 所以你你经常强调一个叫新月地带 新月地带为什么会成为人类 就是文明的摇篮 他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那个就是 现在到现在为止 供人类用来吃的植物和动物 不是很多 就那么点 都是发源于中东的这个新月地形 而且最重要的东西的 这些动物和植物当中最有营养的 羊肉和这个 牛奶 小麦 小麦 植物中 碳水化和物 动物代表就是这个羊肉 这两种东西 在新月地带是最富足 最丰盛的 因为小麦跟燕麦都是发源于中东 农业革命的发源地嘛 有一种说法说是 中国是农业革命发源地 现在这个基本上推翻了 因为水稻是越南 越南小麦是传过去 是从中东传过去 带过去 我为什么说这个胡说 我直接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证据 你现在上网随便一搜就可以搜到那个 新月时代就是三千年前 两河流域种地是怎么种地 碾头牛拉一个梨 嗯 明白吗 而且那个梨上还带着那种自动播种的装置 嗯 这是三千年前的 嗯 将近三千年吧 中国是什么样 嗯 我到上初中的时候 我到上高中的时候 农村还在普遍使用根牛 嗯 一家一头牛 我家就 一家一头 现在我们农村老家那边还用根牛 拖拉机普及利跟根牛也 拖拉机多一点 根牛少一点 牛好像已经基本不用了 已经基本不用了 大家都用到什么时候 一直用到九十年代 嗯 九十年代末 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还是大量存在 嗯 而且 而且就是说你用根牛这个东西也就罢了 你还是一头牛拉一个单片的梨 你可以想象你的技术落后到什么 你拉的是一个单片梨 而且那人家两千年前 人家用几头 两头牛 三头牛都有 然后拉的是 都是双梨 嗯 这个说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也可怜没有马 那欧洲人呢 他就很快就用马来代替牛 所以他的作物在十三世纪十二世纪就大幅的增产 为什么呢 因为马的速度比牛快 但是马需要不像牛一样 牛这个吃饱了一顿可以撑好长时间 但是马需要捕食 所以欧洲有很多的牧场 这样的话呢 他用马去耕地 很快他的粮食产量上来 而且马比牛更重要 马在那个时代就属于装甲车 他可以作为战马去使用 所以他的军事量也上来 还有就是那个 你想想那古希腊人为什么聪明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古希腊人 他们实在是没事干 他那个地方又不是话搞挪业种植 那干嘛 那就是捕鱼 捕放羊 这两件事 都是让他获取高蛋白的这些 是这么一个条件 就是抢劫 那捕鱼放羊和抢劫 这个是他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你不能长年累月都在搞这类事情 那其他的时间干嘛 其他的时间 那我们聚在一块搞民主选举 这个民主制度是在海盗里面 发展出来的 是不错是这样的 民主制度是在这种海洋民族 尤其在海上贸易 这样讲究商业契约的社会中 形成的 而且他的社会管理有一个原则 就是管理众人的事需要众人同意 所以就有了这个全民民主制度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 又津津乐道的古典自由主义 但是在我们两个人的节目里面 我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 是产生不了现代文明的 尤其是现在大家很多人认为的 现任民主是古希腊产生的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产生 因为它必须要加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基督教的价值系统改造 提示 库斯现在喝的咖啡呛了 我就趁机说两句 就会关于咖啡的产生 咖啡产生也是作为这个药物来使用的 最早是什么样发现的 大家知道吧 最早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墨洋者在这个非洲的灌木草丛里 发现了这样的颗粒 把它晒干了之后 然后喝 他们先是看这个羊 吃这个颗粒之后 因为这个羊特别来劲 是吧 一个供羊吃了之后 晚上老是找母羊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个东西吃的蛮提神的 挺好的 咖啡就是这样发现 这个西方人研究是喝咖啡 我们那个中医当中研究人血 还是 这个东西什么人血性未嫌 凭有毒能治疗 皮肉干 我觉得中国人中餐特别喜欢吃血 但是我们这边血是不吃的 我是受过洗的基督徒 我是不吃血 圣经当中严厉禁止 不允许这么搞 而且就是说 我们谈了那么多期 关于吃人的话题 吃人在圣经当中就是说 讲那个不许用那个 抹羊的奶啊这些 你已经明确的限制 你不许就是吃同类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他都是有一些很 准确的一些道德原则 中方社会他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 道德原则和道德系统的形成 它是一个社会长期发展的一个结果 甚至包括古代的选举制度 它也成为一种 道德标准社会细约 它也是一个商业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似好像很简单 来自启示 那你对那个就是当代的我们 现在整个中国有一种医院 叫中西医结合医院 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玩意 这个我就是 我说过嘛 西医治标 中医治本 中西医结合 制成标本 你就这样认为的是吧 标本先 我因为我有个学生嘛 就是我们当时我班上最好的一个班长 我的一个女学生 她母亲是苏州卫校的一个老师 也是一个系主任 她最后就去读那个南京的中医大学的八年 本硕年读 她是我们班最好的学生 她当时选中医 我是很反对的 但她非常想去学中医 我觉得这是你自己主观的要求 是吧 那我就说你自己选择 你当然是最重要 但是我很反对 我说你直接学西医好了 你干嘛要学中医呢 她这个学生现在在苏州市中医院 好像是在这个哪个科的我 好像是在妇产科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就是 这个中西医结合 就跟今天的特色主义一样 它有异曲同工之笔 它的核心还是中国传统的那套东西 中西医结合很扯淡的事情 实际上上的都是现代医学的课 西医都是西医的东西 中医院用的是磁共振 用的是CT 你还怎么说呢 我不想说什么的 中医尘药 中医尘药都是骗人的嘛 哪有什么中医尘药 你把它送到实验室去分析一下 全是现代医药 他里面的硝烟的东西 全部都是清燕美术 你用劈刷嘛是吧 关键不在于就是说 咱们俩在聊这个话题 本身我们就是民科了 我们不是专业的 不是专业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 而是要通过这些现象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这个国家的那种传统的那种 像牛皮选一样顽固的那种东西 那种思想的东西 动机或者这种愚昧的土壤 居然 我觉得这有时候 这种事情真的是挺让人绝望的 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比就是 比发动一场革命还要困难 我在咱们的节目中 说过很多次 在我个人的节目中 也讲过很多次 就是每个人 当下的每个人来说 也是一个出海基地 每个人 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 每个家庭 他都是一部出海基地 可能需要在旷野里面 消耗你鸟灾带的时间 也许更长 也许 很 就是你永远出不了这个埃及 你永远在旷野中迷失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但取决于 你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态度 取决于你对中国 这两个字的一个本质的认识 我觉得这是挺难的 需要你去仰望上帝 中国人的巴别他情节 这比任何民族都要严重 他们的圣君崇拜 他们的这种认同权威 他们的这种摩拜 他们的歇斯底里 他们的思想的极端 还有他们的这种认知的狭隘 他们处理问题的肤浅 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哎呦我现在觉得是巴别塔是无处不在 本身这个国际一体化 这就是一个巴别塔 这个就不说了 你看中国的巴别塔的历史更悠久 是吧 这个民族只要一吃饱饭了 他就不干好事 只要一吃饱饭了 然后聚集了足够多的人 他就像蝗虫一样去干坏事 就是这个 哎呦中国这个问题是在于 他要么饿肚子自己饿得半死 国际社会可怜你去救助你 他结果他现在又来干什么呢 是吧 要祸害全世界 呃所以我个人觉得 呃这个中国文化 他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社会 他也是很难有出路的 呃不知道最后上帝是怎么来 去惩罚也好 去挽救也好 我觉得他永远是个人的得救 他不可能说一个社会整体上得到什么 呃一个宏观的改变 这个是挺难的 真的是蛮难的 中国社会永远是人类价值的挖地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西斯底里 西斯底里这个词呢 是那个孔一飞呢 我上一期做的那个就是 清朝时候的一个小文革 那个是文革的前传了 就是他发生的事情 整个故事的故事所发生的事情 和波及的广度和文革是一样的 然后孔一飞作者孔一飞呢 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呃洋人教授了 汉学家了 他就把那个事情的定性 其中就讲到一个整个社会 就是一个歇斯底里 啊这个这个词呢 用到文革当中也是完全一致 就当就是我就是有时候就是 我刚才讲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他们会在不断的修建 八片塔 嗯 一代一代就是这样 是不是刚刚在吃饱饭了 他现在就要征服全世界 你很难想想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种群 他到底哪个脑筋大错了地方 他的这种文化的二元结构 啊皇上和屁民 年代和韭菜的对立 他没有统一啊 嗯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整个一个 呃华夏文化他的属性 他是一个叫习惯性虚伪 他的儒家的这种道德伦理 啊道德主义 满嘴谎言 还有就是集体无意识 就是华夏这个种群是 没有产生过哲学 呃没有宗教 没有这个 因为佛教是外来的 啊 佛教也算是宗教的 我还没说完 我最后一句是 他有一个什么东西 有一个就是 集体无意识的问题 就是居阴之国 遍地都是 哎呃 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 呃差不多结个尾了 因为是说太久了 也是 也也也没有 没有 我个人觉得就是 今天跟徐师做这个 节目的主要原因 是让大家远离中药 嗯 而且吃中餐的时候 注意使用公块 尤其是 你自己远离 其实就是一个方面 还要让你身边的人去远离 尤其是老人 啊 一定要注意远离中药 这个很多人是非常相信中药的 我觉得 这是要出问题的啊 嗯 如果是 嗯 行为模式了 我更期我更是希望 从一种观念模式上去解决问题 呃 如果说思维模式上解决问题的话 呃 中国的社会的希望在于 呃 家庭教会 呃 在于 执名三百年啊 这个能不能做成 我不知道 但是这次疫情之后 呃 会有人来执名你吗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呃 呃 家庭教会可能还会 带来一些曙光吧 至少它 那你有上帝的光 呃 十九世纪的时候 比如说那个 当时怎么去对待印度 和其他的一些 就是说低级 低等文明的社会 当时就是美国 英国的这个政策呢 脱离党和 和惠格党 产生了严重的争议 但是他们的争议的起点 都是一样的 就是瞧不起这些地方的 文化传统 呃 脱离党认为呢 就是说 呀这个地方这么低级 我们干嘛去去去自己去 是吧 我们做不到 你想拔高台是做不到的 你干脆就让他们 他们自己人统治自己人算了 就不用管他 然后这个 辉格党的态度是什么呢 辉格党的态度是不行 我们要通过我们这种文化影响 把它培养成我们未来的伙伴 竞争伙伴 但是基本 那个现在快一两百年下来了 就一百多年下来了 现在我看 可能还是脱离党说的是正确的 脱离党是保守主义 那个时代的 都是保守主义的 都是保守主义 都是保守主义 只不过 只不过对保守的这种观念 它的有所区分 嗯 但是你要知道 这里面有个问题 我们比较一下 就大英殖民的两个国家 两个社会吧 嗯 一个是北美的 美国加拿大 因为它原来是没有这种东方 传统文化的 还有一个印度 美国跟印度 你知道印度的这个种性制度 它的这种宗教的影响 它原始宗教的影响 是多难以根除 但是美国却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里面是怎样一个差别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下期谈这个问题 因为这期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慢慢聊 所以讲有一个有着中医的 这种顽固土壤的这个中国社会 想来想去 就是说我们我们往乐观的方向想 就是说殖民是不存在了 因为早就过了殖民时代了 嗯 能不能出现一个共管时代 我们也不知道 嗯 但是就目前的局面来说呢 说不定这是像那些用工的人讲的 尽管我不同意用工的人看法 因为我觉得共产党最大恶极 他应该都被都把他们这些 是吧 那些首领都应该送上反人论的法庭 但是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现实的考虑那些用工的人说 还是有道理的 你就让他们这把王八蛋去统治这些人得了 嗯 我就觉得从现有的情况来看 嗯 这个中共垮台未必比中共 呃怎么样 我觉得 可能会面临问题更大 嗯 就是中共突然解体 中共突然垮台 它带来的复杂局面 可能比俄罗斯 当年的毒点体 嗯 会更复杂更棘手 这是我的一个概念 嗯 我们今天差不多吧 嗯 还能坏到哪里去呢 都已经坏成这样了 是吧 让它继续坏下去吧 啊 好了 就这样吧 跟观众们说再见 好的 各位朋友我们下期二点赞再见 我们今天没有特别的话题 就是唠叨就是聊聊 啊 谢谢你点赞 谢谢大家 嗯 感谢订阅 OK 再见